乐剧《双飞翼》是上海乐剧院近年来 轻力打造的重点作品 被誉为开拓了女子乐剧 新才子佳人的创作新路 昨天 乐剧院正式开拍4K高清 乐剧电影《双飞翼》 希望通过艺术院线 网络等等 多个渠道进行推广 让更多的青年观众可以欣赏到 乐剧艺术的精致之美 乐剧电影《双飞翼》 依然延续了舞台版的演出阵容 有梅花奖 白玉兰奖得主 强惠翼 王志平等领先主演 作品取材于唐代诗人李商隐 深陷牛里党争的历史真实实现 情节引人入胜 戏剧冲突激烈 与舞台版的舞美凸显文人气韵 与写意唯美之风相比 电影《双飞翼》打造了实景 在线雅致的唐代景物风貌 利用电影特有的镜头与会 和4K高清电影的拍摄手法 勾勒出李商隐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 让影视实景的具象与戏剧舞台表现的抽象 在影片中相互融合 舞台上只要把情绪表现出来 然后在我们在镜头面前 可能要稍微有一点收敛 我们这一代的演员 包括我们这个作品 也许随着我们这一代的演员的年龄的增长 逐渐逐渐 这个这一次的舞台样式 可能也就退出了 也看不到了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应该是对传承乐剧艺术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记者张海燕报道